我覺得你存在在我心中 今年的忠告就是 今年弟弟經常有一些思想 我今年對大家的忠告就是 留一些疼愛你的人在身邊 留一些你會疼愛的人在身邊 你對的 你不要只要別人疼愛 有時候你也會疼愛別人 對的 我都疼愛你的 對的 留一些會疼愛你的人 你又會疼愛他的人在身邊 其他人拜託拜 別浪費時間 應該這樣說 我以前經常覺得 我認識了你 你可能會介紹朋友給我 我可能會有其他工作機會 又或者擴復你的生活圈子 但其實我認識了你十年 你都不會介紹你身邊的人給我認識 我不是說你 我認識你身邊的朋友 但我是不會認識某一個人身邊的朋友 他不會帶到什麼純粹 沒有的 他的存在都沒有意義 我不見的 我是傾向於 就算女朋友 什麼老婆 不要見老母 不用見的 沒有所謂的 什麼生日 不用吃飯的 不要去 不要去 我傾向於所有人 分別於所有人 這件事 你這樣會沒有了所有的 的 relationship 的煩惱 你會沒有了 然後你專注下去做事 那你又 超級 你不用煩 你做人 對不對 你這樣又這樣 那個人又這樣 你這個方法 你這個方法 你免得聽 其實是 沒有浪費時間 最重要是 爽快 我個人都不去 不交流 總會有聽到別人說 不知道在外面說 我不知道說什麼 你只留下 一些疼你和你疼你的人 就沒事了 這件事 世界馬上美好 50% 都是 不敢說 100% 50% 你今天大家嘗試這樣做 講到關係 難免 有些人就求姻緣 即是姻緣 求姻緣 我上網看到 我沒去過 有一個地方叫 在半山寶雲裡的姻緣石 很多人有說很多都市傳說 關於這個姻緣石 你是不是要跟男朋友去摸他那些 自己去也可以 很多人有說 它裡面有鬼故在裡面的姻緣石 很多不同的人有說不同的版本 究竟它起源是什麼時候 關於什麼事 我浪費了一時間 就找了 由戰前開始 關於這塊石的背景 給大家看 那個石在山上 是嗎 是 你問得好 今集就是講姻緣石裡面的迷你怪事 我們先看看圖片 這塊石其實在哪裡呢 它就是在寶雲道 它近來的地方 就是叫做 跑馬地 你上面看到一塊姻緣石 就是那裡 它有幾條路可以走上去 在Google Mac 搜尋姻緣石 它真的有一個點給你嗎 出名 這麼厲害 下面那個墳場 其實就是有對聯的 金直不驅龜故土 他朝軍看下相同 那個對聯 上面就是這塊姻緣石 這塊姻緣石 它相傳就是 求配偶 得配偶 求子智 得子智 神奇石 子智就是 子女 子女 如果是動物就是那塊姻緣石 那塊姻緣石 然後呢 它是斜斜的 其實就是 有些怪的 好像一條蛇扯起來 說真的 不要說很心疼 它真的是這樣的 就是扯騎石 扯騎石 也好像有一個人頭在上面 有那個圖看看嗎 我想像不到是怎樣的 有 我有它以前 戰前的圖也有 即是現在跟以前不一樣嗎 現在粉飾過 裡面是有人貼了一些東西 包裝過 在裡面 旁邊有那個人 是不是負責收錢的 粉飾過之後 我經常覺得是這樣的商業化 慢慢解釋給你聽 那它呢 相傳就說 六幾年的時候 有人就把這塊石 就 跟它佈置一下 令它好像一個 神仙石一樣 又或者是一個旅遊景點 那它怎麼拜的呢 原來就 燒香 就燒一下東西 然後轉一下風車 然後就許願 然後就 拿一個姻緣符 就是人社的 就代好它 有些人 就說 將那些酒瓶 就掛在石 石附近的樹林 你看到 在石附近的樹林 掛起來 那你願望就更加 就是異成真 是 那這塊石 你拜神 初一十五 拜這塊石 都怪的 真的 那是什麼時候呢 很久以前 戰前的人 已經說這塊石 就是初六 十六 二十六 的時候來拜的 初六 十六 二十六 全部都是六字 你知道為什麼呢 有什麼契機呢 魔鬼數字六 十五就是單 一就是單 形單就是影 那為什麼不二 為什麼不四 要六 六六無窮 就是我猜的 六六無窮 除了大家 八頭到六 六六無窮 整雙成對 一雙一對 那麼 這塊石 有幾個傳說的起源 我講完網上 那些人講的起源給你聽 再講一講這塊石 發生過的一些怪事 裡面有一些 以前的報道 這些就是戰前 很久的 就是你爸爸還沒出生 二幾年的 哦 那些人說 什麼時候開始呢 無從稽考 我最早找到的一些報道 是關於二三十年代 即是一切世界大戰之後 已經有些學生 就在恩原石那裡 就開始 就在那裡求恩原 十五六歲 以前十五六歲 十九歲二十歲 就結婚生子 那年來 十五六歲就找的 那些東西就去那裡拜 對 以前是在山上 快活谷上面 很安靜的 以前那些飛仔 飛仔就是那些 專門做一些壞事的飛仔 飛仔 飛仔是不是現在的古惑仔 不是 不同的 不同的 那是同樣東西 有什麼不同的 飛仔呢 古惑仔他未必會打劫的 哦 古惑仔是出來拌東西 對啊 即是拌偏門的 什麼人 飛仔是專門做這些壞事的 哦 即是舉例 你過河的時候 喂 這個河不是你過的 除了是標給我 過到一半就 即是老粒 湯死牛 什麼都做他們叫飛仔 哦 那一開始就打劫 那裡就打劫 你想想 已經有一班人上去拜 很早期的 我懷疑是1900年前 已經有人在這裡拜 有石 是成精的了 那麼 傳說起完 慢慢再說 一開始就不用搞那麼多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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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願以上 這麼厲害 是啊 你有沒有去摸摸摸 我當然沒有 我這些摸摸 被雷劈了 為甚麼 還求什麼姻緣啊 為甚麼 哪有本事 沒有啦 你裝模作樣 是啊 我先去摸摸摸 你都被雷劈了 為什麼 又關我事 你知道多少人問我 我說生日願望是怎樣 有個男朋友 為甚麼不讓人有男朋友 為甚麼不可以摸摸 啊 有甚麼問題 你有啦 你無所謂 我希望你有 我希望你有 好笑 我希望你有 阿玲不要有 好自 我經常說 你不要有男朋友 為甚麼 你有男朋友 沒那麼多時間陪我 雖然大家不是有感情 但也有多自私 好笑 其實你這樣想法是對的 例如我跟我的女生 那些閨蜜 我都說 唉 看就看你 快點分手 每天都知道 兒子沒有空理我 你不方便 你陪我以前不方便 有個兒子問你去哪裡 你陪我逛街 看你吃飯 不方便 摸一摸就行 摸一摸就行 好了 第一個 傳說的恩怨石就是這樣的 話說呢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那 當時日本就戰敗 本身她是侵略了香港 有一個中國女生相戀 大家當時反日 戰敗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 喂 你不能跟日本人一起 你跟她回日本 不行的 他們兩個很傷心 很傷心很傷心 就走去 這個寶雲道上面 他們附近有些山洞 看布置說 很奇怪 即是現在沒有了 這些山洞 沒有了 那就 沒有東西吃 大家就餓死 就在那個恩怨石附近 餓死 那她死了的時候 突然之間 他們就 即是 不知化了一雙 那些 飛鵝 不要飛鵝 不要 這個我吹 化了一隻 雙屍 一對雙屍獎 嘴嘴嘴 就飛去北角那一帶 北角那一帶 以前 有很多小姐 很多 她把她報夢 我們已經 成為一隻仙雀了 如果 hide 如果有恩怨求,我可以幫你們 我希望幫全世界人結合恩怨 聽到,50年代就拜到現在 這個很明顯是夠吹的 因為剛才我告訴你,我三一二幾年 有些學生會上去拜 這個是夠吹的